王立芬成长社,读书读人读社会开启社会上升通道,近日一篇名为公司收入200万,事后到手只有2.14万的文章开始流传,文章一加年收入200万的工业制造公司为例,除去了公司的各项成本,以及整支税、承建税、所得税等九项税务之出口,得出企业主最终只能剩下2.14万元。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议研究员聂日明表示,文章中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外将小微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算在内,并将不应该进入的个人所得税算入,计算有偏差。 最后公司利润应为3.62万,同时,该企业为工业制造业,其税率远高于服务业且劳动力支出向较高,因缴纳的税费较高属于个例。 原文如下,读书、读人、读社会,开启你的社会上升通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